一直以来对讲广东话的 YouTuber 来说 上字幕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最痛苦的事 亦为何这个原因 我一直有很多视频都没有字幕 今天我想跟大家说 我终于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帮一众广东话的 YouTuber 上字幕 上得非常轻松 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ion 欢迎来到Garion Flow Tank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一有新片 YouTube 便会通知你们 就像片头所说 讲广东话的 YouTuber 或者博主 都经常痛苦的就是 如何将我们这麽口语化的东西 变成一些书写语 或者打得出到字幕 就像我本人那样 其实讲广东话或者拍这些影片 很多时候有暗语这些字都出了来 很多时候那些上字幕的软件 都会将这种暗语这些字全部出了来 但是我想介绍的这两个 可以帮大家解决到这个问题 而它们的表现可以说是 比较到市场现在最顶尖的软件 Subanana 先和大家示范一下 Subanana 做出来的效果 现在你看到的这条影片 我已经上传定了 去Subanana 那里了 你会看到它是会有两种 广东话的字幕出来的 一种就是叫做减少出口语 另外一个就是只是顺书面语出来的 各有各的好处和不好处 我自己其实有很多不太适合的音 譬如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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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anana 是可以帮我们把字叫免却 不会产生出来的 所以譬如你一看到 右边这里整个流程 第一句就是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ion Garion 这个字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它基本上也不会有机会串对的 Garion Phototech 你看到也是串错的 然后一直滑下去 Stable Diffusion 是串错了 时间续有了 新版本如何安装 Python 3.1 和3.16 你会看到其实它做字幕 可以说是有5到7的准确 当然 刚才我说了 这是一个收费的服务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理所当然 它收费的服务有到这个水平 即是叫做预算了 下载字幕这里就要付钱 到了Subanana 的 Plus Plan 才会有的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你会看到其实它的费用也不便宜 就算我可以是每个月任用也要四百多元 如果是年费就五千六百八十元 其实真的价值不菲 当然可以这么说 它这个付费服务有一定的公司的支援 你又不用设置任何软件 是相对方便大家使用的 左边的档案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叫做标准的Caption 即是字幕的档案 你会看到它的Extension是叫做SRT 另外你会看到它有说明第一句、第二句、三句 还有每一句的时间续 包括第一句是零秒 做第一秒 另外第二句是第一秒的第四百 然后第二秒的七二零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留意它们两者的做字幕 听得有多准 首先第一句 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ian 这边亦是Garian 这个字错了 欢迎来到PhotoTech Garian PhotoTech 你会看到它反而是PhotoTech 它反而是分得开的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小灵钟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下小灵钟 几乎一样的 一旦有新片 YouTube 会通知你们 你会看到完全一样的 接着最近有不少网友跟我反映 Stable Diffusion 的安装方法 你会看到这里是写了Stable Diffusion 它分开两个字 这里是没有的 仍然一个字 好障和第一款说的安装方法有所不同 好障和第一货 这里就是第一款和第一货 所说的安装方法有所不同 今天想和大家重新再说一说 今天想和大家重新再说一说 大家如果看到这部份的文字 和所有的对比之后 你会发觉是非常接近的 两个的语音变成这些Caption 或者字幕 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这种字幕之后 我们可以很方便 在这个文字档案里面 去将文字马上更改 而不需要每一句独立地读着更改 就方便很多 现在最重要的是和大家示范一下 如何安装 所有的我们今次用这些语音变成字幕 其实都是基于OpenAI里面的数学模型 其实是完全免费 随便我们下载的 而第一个我想和大家介绍 在Windows版上相对安装得非常方便 就是叫做Whisper Version 1.1 下载的网址在描述里面 去到这个网站之后 你只需要下载 记得了 Whisper Desktop.zip 这个文件 下载完这个档案之后 我们还需要回到黑经飞思 在这里找回那些数学模型 即将语音变成字幕的数学模型 你会见到这里有一大堆的档案 其实我们需要下载的分别是有几个 如果大家最主要是做广东话 我建议大家在这里可以下载Medium这个 又或者Large那个 这两者产生出来的效果几乎都是差不多 原理上Large应该是可以做运算出来更漂亮的 但其实我发觉Medium都相对OK的 所以你可以随便下载一个版本也可以 下载完之后 你会见到有一个zip file 先点击一下 然后你可以按右键 接着就说Except All 你就会见到它问 你是否需要放在Whisper的Desktop Directory 你就说对 将它爆出来 爆出来之后你会见到有新的目录 在这个新的目录里面 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就叫Model 这个位置其实不需要指定在这里 但方便大家管理文件先有这个目录 然后我们将下载的所有数学模型 抄回Model 的模型 按一次Ctrl X 你会见到所有数学模型都贴上来的 接着就去这个目录里面 你会见到有一个Whisper Desktop.exe 你便双击一次 它就会说你未走过这个档案是否安全的 你便按一次More Info 接着最重要是再按多次Run Anyway 按完之后它便会找到数学模型在哪里 最重要是在这里按三个点 按了三个点之后 我们便去到刚才Whisper Model 你会见到有那些BIN 即是数学模型 如果大家跟着我所说下载 Large 或 Medium 这两个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详细和大家解释一下其它是什么 凡是见到点EN 的话 即是这个数学模型是更加优化给英文的语言 但没有EN 说其实它是支援很多种不同国家的语言 所以如果我建议暂时试试广东话 其实可以用 Medium 或 Large 两者之间的分别是 Large 相对会准多一点 Medium 相对差一点 而且还有就是用 Medium 运算出来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在这里我便选取 Medium 然后便选取 Open 在这里的 Model Implementation 仍然使用 GPU Advanced 不需要任何设定 按 OK 开了数学模型之后 我们在这里便说给它听 究竟我们的视频是用什么语言 其实这里不仅是支持影片 即使是普通的 MP3 或 WAV file 它都可以做到 都可以做字幕 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 Transcribe 里面 我们便找回那条影片 我找回我这条 Automatic 4.1 的 FILE 然后便说输出的 FILE 便会放在同一个目录里面 最重要的是 Output Format 你一按后便会见到它有四种选择 Text FILE 是一些很基本的文字 没有时间续之内 Text with Timestamp 便会有时间续之内 但也不适合我们大部份箭片的软件 这个叫 Subweb Subtitle 和 Web VTT Subtitle 这两个是可以让我们做剪片时应用的 但我会建议大家一般都是用 Subweb 设计 因为这个几乎是大部份 你想得到的剪片软件都用到的 Premiere, Final Cut Pro, Da Vinci 都用完了 甚至你这个都可以直接扔字幕上 YouTube 来做字幕 选取完之后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 Language 要选择我们相对需要的 广东话和国语都是选Chinese 如果你是英文的话可以选英文 如果影片里面有英文字 就像刚才看过的示范 什么Stable Diffusion 这些 其实按中文是没有问题的 它仍然会将我们的英文字 或者英文字母我们讲的时候 全部会变成英文版 一切全部正确之后 你就很简单地按一次Transcribe 在未按Transcribe之前 我想跟大家介绍Transgrade 这个功能 什么意思就是 它是可以透过OpenAI这个数学模型里面的中英翻译 或者是其他语言变成英文字 然后将你刚才做Transcribe的东西 不出中文字幕 就会全部出英文 这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 它这个Transgrade 基本上 就只能出英文版 你就不会是可以Transgrade 做日文版的 又不可以Transgrade 做其他国家语言 所以按了它输出的时候 就会变成英文版 今次我想做个例子 既然是用广东话 就很简单地按一次Transgrade 完成之后 你会看到它跟你说Transgrade 的速度 你会看到整条片是7分19秒 它用了43秒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其实速度是很高的 一起来看看Transgrade 的结果 现在大家看到螢光幕的这个档案 就是刚刚产生出来的 你会看到它一开始已经完成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ion 虽然这个Garion 串错了 Garion Photo Tech 你会看到它4.0 Tech 亦串错了 这个就是用Medium 的缺点 其他大部分打出来都算是准确 都很漂亮 时间续我可以说是几乎完全没错 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的另一个 就是叫Whisper 用 Command Prom 跟刚才说的是另一个软件 不过名字都叫Whisper 最重要的是它做字幕 是比刚才那个更加准确的 但它有一个缺点 缺点就是它有机会 没有办法完全将整个影片做完所有字幕 我发觉我大概做100条影片里面 它大概有3-4条是会完成不到的 而我是需要用刚才说的方法 去将字幕做回它 只不过我就说我发觉 用它这个Command Prom的软件 做出来的效果是更加理想 我自己更加喜欢 因为错的机会更加小 我可以说它的准程度是97以上 做的方法你会看到很特别的 它要打一个Command 整句这样打的 就是Whisper Model Large 这些都是大的数学模型 大家就不需要担心它下载数学模型的东西 只需要安装Whisper Model之后 它就会自动去下载数学模型 接着要打明指令就是Chinese 还有就是那个需要做字幕的影片 或者是那个声带 接着按一次Enter 正式现在开始做这些字幕了 你会看到它一直在产生一些字幕出来 时间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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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因为我这个电脑其实是英文版的Window 所以它出不了中文字幕 但是它最后写出来的档案是没有问题的 是会出所有中文字幕的 整个运算已经做完了 它需要花的时间 是比刚才我介绍的Whisper的Window版本 是慢一点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它是相对做准确一点的 而且它一次过产生了四个档案给我们 包括了SRT、TSB、TXT和3TT 就不像刚才的GUI那么惨 要分开四次产生四种档案 不过坦白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SRT 一起看看这个和之前产生的分别 右边的就是我用了比较慢一点 要用Command Point做出来的 你会看到其实左边和右边的时间续和每一个句子 那个位置是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还有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们转出来的字幕接近 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右边的就会说 一起看看整个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左边的就会写 一起看看整个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其实你会看到不是很大分别的 错的地方 例如Stable Diffusion 你会看到它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到最后那个 你会看到它的时间续 几乎都是一样的 一个就写了大概7分13秒 就写借借借就完了 另外一个就会是转了 你会看到 应该正确来说 我是说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你会看到 欢迎大家留言问我 我会尽量解答大家 我会尽量解答大家 接着就谢谢 应该就完了 这里又是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观赏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其实这几句是多了出来的 原理上没有说过 但是它这个叫做GUI产生出来 是会有机会有不差的 不过公平地说 就算我用刚才POM做出来 都是有机会 它尽量会贴一些很古怪的东西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Mac机的朋友 都有类似一个 是用同样的数学模型 或者那一组的数学模型 它做这些字幕的软件 叫Mac Whisper 其实它用的数学模型 都是那些 但是用Mac机的朋友很惨 如果我们要用它这个数学模型 以及想广东话做得比较漂亮 我们最少都要给17欧罗才做到 所以如果有朋友是有PC 那就用得很开心 或者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找到相对好的PC 就知道我帮Mac机来做 Command POM的Whisper 是怎样安装呢 首先我们要安装Python 去Python.org download 然后找Fill the full list of the downloads 按一下 有点复杂 然后你会看到 这里有3.10的这个位置 再下去 去到这里 有一个looking for a specific release 找3.10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按一下这个download 都还不可以的 再要下去 去到下面的这个file 好了 我建议大家 用Windows Installer 拿4bit这个 除非很特别的原因 你的OS是32bit 否则也不应该下载32bit 所以你看到这个description 它也写着recommend 按一下就download 第二个要下载的 就是这个叫git for windows 这个就简单很多了 你就只需要去到它的网站之后 就按一下download download完之后 你会在自己的download directory 看到这两个file 一个是python 一个是git 好像我刚才说 我建议如果Windows 10 以上 可以尝试安装3.10.10 安装的程序有点特别的 紧记一定要 我发觉之前的影片讲漏了 就记得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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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这个叫 add python exe to path 那里一定要点击它 如果不是 基本上你就要重新再安装多次python 安装python就很简单 安装再安装过就可以了 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跡 所以相对简单些 按完这个之后 你就按install now 就由它自己去安装就可以了 完成了 之后你看到setup was successful 你就按close 之后我们就要安装第二个git 你见到git exe 就 double click 它会问你 是否allow 安装软件 你就答yes 你见到它还有一堆public license 你又答next 全部都够next yes 这里亦都答了yes next 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特别的要set 不断答next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 你会见到它就会说complete the git setup wizard 你就只需要finish 它就会有一些release notes 给大家看看 你就不需要理会它 安装完这两个之后 我们还要安装第三个软件 它那个叫ffmpeg 这个档案可以到我描述下载了 先把ffmpeg的那个 按一下右键 然后按一下extract all 它会问你的path 你只需要回答多次extract ffmpeg里面有三个档案 再按一下 里面有一个叫bin 这三个档案 我要抄去windowssystem32的director里面 而抄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先把这三个档案 都选择了 然后找回这个目录 就是windows32的目录 把这三个档案抄过来 然后放下 它就会说 这个放任何档案 这个目录 必须要有个权限 你全部都要回答continue 三个档案都要continue 做完之后 就要根据现在我这个方法 去search 我们按cmd 出完之后 你去到command这个位置 按右键 记住 one as administrator 按了之后 它会问你 是否容许它做这件事 你会说 你会看到 它会去到windows32的director里面 在这个时候 打完这句 打完这句之后 按enter 它就会将需要的档案 全部抄到你的电脑 我这里就不再按多次了 因为我已经安装好了 还有一件事 它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是不会下载任何数学模型的 是你一定要 你开始打过command line 才会是叫做 执行的时候 下载回数学模型 接着就是command line 应该是怎样打呢 在描述中 就会详细写下 那几句command 是怎样做的 大家就copy and paste 就方便些 就不用现在抄萤幕抄得那么惨 今天跟大家详细讲解了 如何透过Whisper 这一组软件 你要帮我们一众广东话的youtuber 或者博主来做字幕 很多谢大家观赏那条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下小铃铛 有任何关于AI AI绘图的问题 随时欢迎留言问我 多谢你